人的一生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她叫张磊 是派出所的常客 你以前 坐过牢 大女儿 这怎么了 没事 你瘦瘦吧 没事 别怕别怕 沉默是她应对这个世界的唯一手段 张磊十岁那年 因家庭变故成为了孤儿 因为缺乏正确的引导 她渐渐误入歧途 被追 被打 乃至被警察抓捕 因为童年无法弥补的伤痕与缺失 张磊一直不知道 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来 说一下吧 发生什么事了 是她救了我 是她救了我 是他救了我 喂 这附近扒水比较多 注意点啊 喂 喂喂 哎 你的包 哎 你干嘛 小脸 小脸 等等爷爷 爷爷老了 那我以后要买小汽车给爷爷 这样爷爷就可以一直跟着我了 跑呀 那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看着女孩 张蕾仿佛也看见了曾经的自己 过往就如同一把无形的枷锁困住了他们 但她不希望女孩和她一样 因为一时的迷失而放弃了自己 她想给女孩 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救了女孩 也救了张蕾自己 人的一生 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不必要是想找她 真的吗 我还在这里 对我 也要听到的 最初的人 不是